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要重视文化教育 有同意的信念价值观 有同意的企业的信念 和价值观 我们现在做企业 我看做企业也是有几种情况 通常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只要做事 能把事情做好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般做企业的人 他会从一个比较实用的角度来考虑 谁能把事情做好 谁就唯以重论 主要是会偏向于个人的英雄主义 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企业 如果要做大的话 那光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 光是讲究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还是不够了 因为真正要把事情做得大 做好 做得大 走了也 其实呢 它是需要 这个企业是需要有一种 这个良好的一种运营机制 我们的企业到底要建立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管理机制 一种运营机制 有一个好的机制 你到底是开一个小卖部 还是开一个国际集团公司 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面 那除了机制以外呢 官有机制还不够 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文化 企业要建立企业的这种 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 能够把大家的思想 能够同意起来 你看我们很多大企业 它都会有一些 这个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价值观 凡是做大的企业 那么文化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 文化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做企业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读过 什么工商管理啊 这个 听过很多管理学院的课 也听过很多这些管理大师们的课程 那我们的这些学习的这些课程里边 它究竟是 它的背后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我们也没有考虑过 我们也没有考虑过 就是每一种管理呢 它都是有它的哲学基础 也都是有它的文化的背景 那这个文化呢 有可能就是西方的商业文化 我们现在学的更多的管理 是来自于西方的商业文化 当然除了西方商业之外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中国的企业界 比如说也有关于卢商 这个卢商的文化 还有做长商 佛商 以后你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个长商 就是要介绍 这个不同的文化 那么我们的企业呢 就会有不同的信念 甚至会有不同的管理机制 甚至做事方式 所以我们要介绍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呢 这个文化 这个作为一个企业来说 作为一个我们做企业家 我们要在介绍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要面临着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就是怎么看待成功 怎么看待人生的意义 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也多次做过 多次做过呢 关于 这个 学与文化 这方面的一些讲座 那么这个里边就是关于 说到关于成功观的问题的探索 比如西方人 西方企业 我们现在所介绍的 这个商业文化 它所提供的 这个成功观 可能就是以这种 事业做的大小 以这个事业做的大小 然后呢 以这个 这个财富的多少 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 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 儒家的文化 可能会从做人的角度 来衡量成功 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会 你对社会的利益到底有多大 就是这种 这个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但是如果立足于佛教的文化呢 佛教的智慧呢 它可能又有不同的视角 它会从生命的角度 就是生命的圆满 和 和如何去建设一个人间净土 帮助更多的人 也能够 这个 远离这种人生的迷惑和烦恼 能够过上真正的幸福的生活 所以就是你介绍了不同的文化 可能就会建立起一种不同的成功观 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 我们要介绍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果能够立足于西方的文化 那么就会有西方的文化作为我们 建立我们企业的信念 如果我们介绍了东方的文化 那我们就要用东方的文化 比如说儒家的文化 尤其是佛教的文化 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 这种企业的信念 做人的道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如何在我们的企业里边 如何来传承一种文化 要传承一种文化 那作为我们三级修学的学员 我们在三级修学中 我们已经受益了 我们应该我们也能够看到 其实呢 从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来说 这个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 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 其实人的问题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 人的烦恼 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解决人的问题 其实是保证这个世界 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保障 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世界 如何能够保证它的健康的发展 其实对人自身的认识 人自身的改变 那么对人的认识 人的改变啊 其实是在东西方文化中 佛法的智慧 是最究竟圆满的 我想我们经历过三级修学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能也就是通过 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学习 我们很多人 我们能够在观念上 能够在心态上 能够发生很大的改变 这是因为佛法有着这种 究竟圆满的人生的大智慧 和修行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最难 改变人最难 认识人最难 我们讲江山义德 秉性难语 如果没有大智慧 如果没有一个人 非常自愿地 希望要改变自己 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 别人有没有办法啊 别人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别人肯定是没有办法 所以要有人生的大智慧 要有有效的改变的方法 那么我们作为 这个企业的管理来说 这个企业的管理 最重要管的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管的还是人 还是人的管理 如果不解决人的问题 我们管理企业啊 终归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 读书会 甚至三级修学 我们能够在这个企业中去 落实 当然尤其是从读书会开始 帮助更多的人 通过这些人生智慧 当然也包括传统文化 国学 以及这个人生 人生佛教的修学 很多人能够建立一种正 这个 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 相信因果 愿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做一个有利他心 有爱心的人 愿意做一个乐于奉献的人 那我们的这个企业的管理啊 就会变得很轻松 当然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要费一点劲 但是我们只要去努力 我们只要是本着一种 我们前面有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 重视文化教育 前面还有两点 创造常义氛围 让员工喜欢工作环境 重视慈善关爱 培养员工的感情 增进社会的认同感 如果只要第一点和第二点都做到了 第三点一定没有问题 如果第一点第二点没有做到 直接就做第三点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难度 就是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些阴影 创造好了 那么大家能够介绍这样的一种 智慧文化的学习 因为这个也才是 我们作为企业 对员工最好的关爱 让他们 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我们关注的 我们关注的不只是员工的 物质利益 同时也是关注的是员工的 精神利益 所以这个企业呢 不仅仅是要 就是要做一个 创造这个物质财富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同时呢 它也应该要具有一种 教育的功能 能够传承一种 智慧的文化 能够传递一种 这种正向的人生的信念和价值观 然后通过这种 建立一种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些 有意义社会的事情 有意义企业的事情 同时也是有意义 我们每个人的事情 我们做起来就会很轻松的 就像我们三级修学 能够让很多人参与 或者是大家会很主动 自觉地去推动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大家需要的事情 就是在为大家服务 而不是说 并不是说 只是我们要做 而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自然大家就会去做 但是我们虽然做的是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方面我们要真心是这么学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要让大家能够认识得到 其实这就是需要有一个 思想上的同意 价值观的一个统一 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有统一的信念和价值观 我们的企业的管理就会更形同 那么这个就离不开文化的传承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文化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作为我们三级修学的企业人来说 那么人生活教 三级修学 那么就是我们作为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这个是第三点 第三点 三级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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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修学